最近这个年龄当中 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见到往生的至少有七个人 往生的瑞相 这些祝念的人都看到 走得非常吉祥 这是真真有福 欲知识知 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 告诉大家佛来皆业 这个事情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人在这个世界很短促 这个一定要觉悟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说能住多少年 那你家大王乡 黄泉路上无老少 你知道你能再过多少天 聪明人 警觉性高的人 心里都有准备 这个事情 我们在那住旅馆而已 不是家乡 只住几天而已 看到一个人身体很健康的 忽然走了 我听说上海御佛寺的住持 真禅法师 前两年到过你们这个地方 真禅身体很好啊 明养法师身体倒不好 看了个病哈哈的 我感觉到他恐怕没有多久 都没想到的时候 你看 真禅过世 明养还好好的 想不到啊 人命无常啊 不要看到身体很健康 说不定年轻就走了 不能不提高进决 认真地念佛了 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 你得的是五两手 求生净土的人 跟主说他没有死啊 他走的时候 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 告诉大家 佛来接我了 我跟佛去了 他哪里是走了 死了 活着走点 去了 这个臭皮囊不要了 丢了 丢下了 不要了 活着走点 所以这个法门叫 当生成就的法门 不是死了再去的 死了就没法死了 活着去的 那个佛宝大的 就是身体很好的 功夫不错的 很清楚 他告诉你 佛来接引我了 我跟佛去了 交代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个佛报差一点 业障重一点的人 临终的时候 看到佛来接引他 他嘴巴想跟你讲话 已经没有声音了 你看他嘴唇在动 我们以为他跟着我们念佛 其实不是的 他是告诉我们 佛来接引了 想跟我们讲 没有声音 那也是真正走点 真正往生的 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 往生是不死的 我常常讲 大乘佛法了 不老 不病 不死 这真的 这一点都不行 你只要懂得到理论 懂得方法 这是我们决定求得到的 你违背了理论 违背了这个方法 那你就错了 这个方法 自古以来 菩萨大德们都这样说 稀有难逢啊 我们今天能够遇到非常幸运 确实稀有难逢 你遇到了之后 要珍惜 要认真努力 绝对不能错过 这是将来 大福德 这个念佛是大福德 大功德 功德跟福德 不一样 功是功夫 德是成就 比如说 持戒 有功 得定 定是得 戒是功 定是得 修定有功 开智慧了 智慧是得 如果持戒不能得定 那个戒不算功 戒没有功 戒算福 那就是福德了 功德里面一定有福 福德里头未必有功 这是我们学佛同修 不可以不知道的 佛门常常讲 劝你们要修功德了 什么是功德了 到外面去捐几个钱 以为就是功德了 错了啊 那哪里是功 有什么功啊 那个没有功啊 那是福 你在这个寺院安堂 做一件慈善事业 那是福德 修福不是功 功是功夫啊 我们念佛 要念到自己心底清净 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 执着烦恼通通都念掉了 这个念佛有功 为什么呢 我们烦恼清智慧长 这是德马 你才有德马